以上是VOC SP-13 ICE的介紹 想了解更多嗎?歡迎來門師體驗喔 今天為大家介紹這台是2023年最新款的VOC SP-13 ICE 今年本來就很暢銷的SP-13 它在2023年又推出了進階版 進階版有哪些地方不一樣呢? 首先就是ICE 顧名思義就是多雷的眼睛的部分 這個攝像頭就是它的眼睛 那這個眼睛可以幹嘛呢? 第一個就是有貓眼的功能 我們實際操作一下 當我在有聯網的情況下 我按下門鈴鍵 這邊它就會跳出訊息 有人正在請求開門 我們可以點一下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得到畫面 這邊可以選擇靜音或者是變聲 變聲的話它就是可以變成 女生聲音或男生聲音 然後或者機器人聲音 從這個機器發出來 然後或者是可以跟它對話 然後或者是可以打光 然後這時候如果說你已經知道 這個人是誰了 那你可以放心的開門 你就把鎖頭划過來同意開門 這時候它就已經可以做開門的工作了 那眼睛的部分還有第二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叫做逗留抓拍 那如果說這時候有人在你的門前一直在那邊排 懷鬼鬼碎碎的不知道要幹嘛 停留超過30秒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抓拍 抓拍下來之後 它就會傳送到你的手機上面做通知 像這個 因為我們在錄影 因為在這邊停留太久 所以它就會被抓拍 然後它就會把 截取下來的影片傳到你的手機上面 就是像這樣子 你只要有人在門前停留30秒以上 它就會自己抓拍了 如果說今天你不在家 可是有人在你門口 鬼鬼碎碎 這時候你也可以及時收到通知 請管理員上去處理一下 那這樣的開門方式 像貓眼或者是抓拍 就是對於說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或者是擔心出入人員比較複雜的時候 可以過度掉家人跟外人不必要的接觸風險 那SP13還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指紋辨識的部分 那原來的SP13它解鎖速度 就已經很快了 它大概只要0.3秒 按快還要再更快 所以新推出的SP13S 它只要0.1秒 就是如果說對於 急著回家要上廁所的來講 然後這一點點的差距 簡直就是看到了天使的感覺 好,那我們總結一下 SP13S有哪一些功能呢 好,第一個就是 密碼 他們家的話是有做虛偽密碼 比如說我的證券密碼 123456 我可以在前後參差一些亂數 就避免說如果說你今天 可能有帶外人或者是鄰居 看到你在按密碼 那你又怕它記住你的密碼的話 你就可以先隨便亂按 然後再按我正確的數字 然後再串插一些亂碼進去 那我就可以做解鎖的動作了 好,然後再來就是它有比較直覺化的 它是直接在手把上的設計 它的指紋就是直接在手把上 所以當你今天回家 握住手把手指放上來 它馬上就開門 好,就可以直接進去了 好,然後再來的話 它一樣是有提供卡片的功能 那我們今天回到家 可能就是卡片這樣子 對一下它出現歪 你就可以直接進門了 然後一樣會配有兩支鑰匙 那鑰匙就是拿一桌 備份鑰匙用的 記住就是要放在屋外的安全處做好 好,然後再來就是有 貓眼功能還有門鈴的功能 當它沒有在聯網的情況下 你按一下門鈴 它就會變成叮咚的聲音 好,那再來還有一個是聯網的功能 那聯網的話我們就可以進到VLC的APP 然後我們再選擇我們的機台 好,如果說 有時候可能會有親友來家裡 借住幾天啊 或是有請大嫂阿姨啊 他可以設定一種臨時性的密碼 好,這邊可以設定密碼 好,這邊可以設定密碼 我先次數 然後你從這邊開始加 然後你可以設七位 你自己隨機設定密碼 好,然後這邊生效時間 跟失效時間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好,那比如說一篇 很親友來做的一篇 那我們就這樣設就可以了 好,然後等它跟機子同步完就好了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也還有一次性的密碼 就是說它按了一次之後 這個密碼就會失效 你這邊按或許密碼之後 這個就只能輸入一次 它沒有辦法輸入第二次 然後再來手機這邊可以看得到 就是關於這一台機子 這個門鎖 有誰操作的工作日誌 這邊可以看得到 剛剛我們有用密碼解鎖 用卡片解鎖 在幾天幾分的時候 有用指紋解鎖 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對於家庭進出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一目瞭然 對,這樣對於家庭的安全管控來講 也比較安全一點 以上是VOC SP13ICE的介紹 想了解更多嗎? 歡迎來門市體驗喔!